朋友们大家好 在3月13日呢 是一段女子 就是在街头 与这个朋友 或者是男朋友逛街嘛 被这个 上半身 就是没有穿衣服啊 进行这么一个 摟抱 摟抱事件吧 这个上半身 没有穿衣服的男子呢 去摟抱 这个 两个逛街的 小情侣的这么一个女的 这个视频呢 标注为 3月13日的 天津 而这个天津呢 就是说天津 进行了一个必要回应 这个事呢 并非就是发生 这个 天津 就是天津也发布了一个 必要啊 必要 这个同行男子就说 打电话求助吧 同时就是 对这个事吧 天津 账号 做出了一个回应 进行一个必要啊 整个视频中就是 配有天津的资料 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 其实就是说天津 必要呢 就是这个事呢 并非就是 发生在这个 天津 这个 然后天津就是 发了一个通告 说不要传谣 不要造谣 整个事件呢 就是说 不清楚是 段子 还是 白牌 整个 事件呢 就是说 聊一下 在视频中 出现了 三月十三日 天津呢 就是一个 上半身 就是没有 穿衣服啊 这个 查一下这个 一会儿查一下 天津的温度啊 就是 查一下这个 全天的温度 整个就是 不知道 白天还是晚上 整个事件啊 看一下 就是说 天津 就是 又没有 温度很低啊 就是说 在马路上 两对 不是 一对 小情侣啊 一对 小情侣 突然就是 遇到了 这个 一个 最悍 事件吧 就是 当时吧 就是说 从视频中 可以看到 这个 最悍呢 就是 楼报 这个 女性啊 同时呢 就是 与他 同性的 这名 男子呢 并没有 当 并没有 就是 立刻 制止啊 没有立刻 这个 非常关键 然后呢 先是 逃出 手机啊 拨打电话 并没有 与 这个 追究男嘛 追究男 接行这么 一个 拨度啊 很多人 都在 就是网上 骂这个 与 这名 女子 同行的 这个男子啊 就是说 这个男子呢 就是 没有 血血 不是男人啊 不是男人 这 黑衣男子 当时 与 这名 追究男 如果是 动手的话呢 就是 结果可能 有 这么 几种情况 一是 黑衣男子呢 还厉害 打伤了 这个 赤膊男子 可能要负 刑事责任 虽然就是 考虑到 这个 没有穿 衣服 这个男子 有点 过错啊 对于 这个 黑衣男子 需要 宽大 处理 只要就是 对 对方 就是说 亲生呢 估计会追究 刑事责任 成了 这个 犯罪 分子啊 不见影响 自己 就业啊 影响 这个 自己 孩子 和家人 如果 这个 黑衣男子呢 被这个 上半身 没穿 衣服的人 打伤了 就是说 会被追究 刑事责任 黑衣男子呢 会被 躺在医院啊 如果这个 黑衣男子 受重伤呢 很可能就是 留下 这个残疾 嗯 这样 虽然就是 加重了 这种 处罚吧 毕竟是 伤害了 再一个 就是说 这个 上半身 没穿 衣服的 这个男子呢 很可能 拥有精神疾病啊 如果真的 有精神病 可能 就是说 打他的 这个男子呢 不需要 承担 行事责任 那这个 黑衣男子呢 就是说 把他打伤 可能会受到 严厉的惩罚 也就是说 只要是 这个 黑衣男子 上前 动手啊 就是充满着 这种 法律的 风险啊 如果就是 打电话呢 就是说 涉及到 一个问题啊 如果就是 一个女孩 被这个 拥抱吧 感谢大家收看吧 这个 是 涉及法律 问题 不好讲 清楚 这一个 就是说 喝醉酒呢 就是说 可能是 就是 自己没有意识的情况下呢 可能是 回上半山 不穿衣服吧 一时模糊 感谢大家收看吧 感谢大家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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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收看